作曲 李慶 ile那 作词 李慶 jap for 编曲 李慶 作词ato 如果世界没有你 如果答案没用听 如果有眼睛 没有风景 如果命运的排序 没安排我们的相遇 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 掌心从来了无际 繁星也暗虚 爱是繁然不同的天气 长在皮肤的命里 心动轨迹 得转心意 因为你 这几万一算计 这爱情是注定 一张一段一片一难 都是你 一瓶一笑 一言一心 都是梦境 这一杯喜 醉一喜 声声不息 没得无欲论病 就是梦境 无论他 这一句 离倫 是梦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书 李宗盛 你不能原动 你不能原动 我说这个 你不能原怕 是定情信物 但是我知道 只要是让娘不开心的人 都是坏人 怎么了 谁跟你说什么了 下人们都说 娘最近情绪不佳 饭也不尽 还不喜出门 清儿有些担心 娘知道你乖 娘没事 放心吧 若是我今生女儿还在 也这么大了 也知道体贴我 清儿年岁也不小了 是时候相看人家了 娘 你好好地说这个干吗呀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有什么可害羞的 我才不嫁呢 我就要一辈子陪在娘身边 那可不行 那娘可就耽误你了 你要是没想法 那娘就给你琢磨起来了 反正我不喜欢 外面那些男子 好 那便是我足中男子了 这更好 说说看 是谁家二郎如此优秀 能得我宝卿公主的亲眼呢 到时候 娘给你们择个良辰吉日 十里轰庄 娘让你风光大驾 我看 锦绣哥哥就挺好的 不行 绝对不行 除了他谁都可以 为什么不行啊 锦绣哥哥肯肯肯肯 什么哥哥 那是国师 你是公主 你要知道尊卑长又有别 娘 出去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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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 千儿走了 走了 不过瞧着公主 好像有点不开心 不开心也不行 别的事都能由着她 但这件事情 不可由着她 公主 她又怎么了 她喜欢上了 锦绣 什么 都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能看透锦绣 公主不安事事 太过单纯 她又怎么可能 猜得透锦绣的心思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公主毕竟年纪还小 满满会好的 希望清儿 能早点明白为娘的苦心 兰姐姐 兰姐姐 昨日我听国主与师婆婆交代 说让她去找一个与宝卿公主 年纪相近的女孩 这是在找谁呀 是在找国主的亲生女儿 你进宫时间短 不知道 宝卿不就是亲生的吗 我告诉你 你可别乱讲 宝卿公主是国主捡来的 国主当年痛失爱女整日悲痛 一次在大悦国湖畔下方 遇到一只神龟 宝卿公主便被这神龟驮在背上 国主见她与自己女儿年龄相仿 便带回来养大了 原来是这样 这也算国主与公主的一对缘分 公主看着天真可爱 要是我肩上婴儿时的她呀 也喜欢 她天真可爱 是 我们这位公主啊 的确是官知天真可爱 姐姐啊 还有什么没说的呀 公主怎么了 久了你便知道了 走吧 公主 去给我查查 她那个叫兰儿的 平时下旨以后都去哪里 是 公主 走开 不要跟着我 是 老龟 你说母后不让我跟锦绣哥哥一起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那个女儿死了这么多年了 居然还惦记着 宫里那些贱婢也是混账 居然敢说我的闲话 看我回头不一个个地弄死他们 你也是蠢 总是跑 不然我也不会把你绑在这儿了 这下好了 跑也跑不了了 还死得透透的 彻底成了个废物 叫什么叫 小人本宫主 吃了你们吗 这惹你烦心的鸟儿都已经被你打死了 为何还要继续打它命 你是何人 过路之人 既是过路的 就好好走你的路 我打这些鸟雀与你何干 好 问你件事情 近日这幽都山可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吗 不寻常 对 有异于往日不同于平常 不寻常 自然是有的 你也是来寻宝的 寻宝 对啊 这幽都山是魔君葬身之所 以往都是被魔器笼罩 生日难入的 近日也不知怎么了 这魔器还在 但却无害了 寻常人也能进入 这里是神魔大战的古战场 听说有很多宝贝的 近日寻宝的人很多 你想去可要快些了 真的 不心算了 不心算了 还 Make me 我还想去 感受 交媒体 不心算了 我还想要是 我不管 你 我不管 mittel 去哪儿了 若是找不到她 死的就是我们两个了 要不咱们再往前去看看吧 前方摸弃太重了 我们两个过去也难逃一死 我们先回去吧 这小丫头是要害我呀 这里的摩弃非得没有减少 反而更加浓重了 我来 锦绣哥哥 我刚看到赤壁匆匆忙忙走了 你们在忙吗 山灵族种族众多地域疗空 有哪一日不忙啊 你来 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找锦绣哥哥玩了 小心 这什么贵东西啊 居然咬我 这是我养的花 你养的什么花啊 锦绣哥哥 他叫鬼藤 生于十万大山之中 靠西石人处的血液为食 他释放一种毒液 中了他的毒的人 会承受焚心石骨之痛 你这养的什么鬼花 这么危险 快把它扔了吧 此花像人 他如果觉得你软弱可欺 便会攻击你 可一旦你彻底地掌控他 让他明白 他的生死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便会对你永远地沉服 有时候你又需要这点疼痛 来提醒你 活着有多好 刚才他把你伤了 一会儿我就把它烧了 锦绣哥哥需要 便留着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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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狐狸 你脑子不好 欠人救的 吃错药了 打的就是你 你干嘛 干嘛 你这个傻鸟真是有家不回 被野男人迷魂了头 不仅害得我被师父的 还害得我被师姐的 我今日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再这样我可还手了 怕你不差 你没事吧 疼 哪 哪儿疼啊 哪儿都疼 我不是故意的 我 疼啊 疼吗 你这是 你这傻鸟怎么没送来这招啊 你回回都败在这一招之下 到底谁更傻呀 我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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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燕 还生气呢 还生气呢 虽然你被爹打 被师姐打 被我打 不过这几天不见 你还真结实了不少 不是 你是不是还想跟我打架呀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从我回来开始我连水都没喝一口呢 自己擦 我爹呢 我爹呢 还没回来啊 回来喽 在院子里骂了你三天三夜 估计骂累了 找人喝酒去了 那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这个就说不准了 他随便在哪儿醉个三年五载的 再正常不过了 怎么 你找师傅有事啊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 谁欺负你了 都说没有了 那你干吗这是鬼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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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有 师姐欺负我了 你去替我出头吧 你去替我出头吧 狐狸 你记得小时候 爹跟我们说过 这世间有一种法技能复原万物 哪怕那东西被烧得 只剩一把灰也能分毫不差的 复原出来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水月顶嘛 对对对就是那个什么水月顶 那 那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南极仙舟啊 听说此顶有三种形态 第二重就是能够 复原万物的水月顶 是个了不得的神奇 你问这干吗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我告诉你傻鸟 这可千万不能出去乱说 这可是南极仙舟最大的隐秘了 这还是当年师父跟南极仙翁 斗酒的时候 仙翁醉酒之下才说出口的 不过我还听说 这南极仙翁用了上万年的时间 炼化瓷包 还是没能让瓷包认主 这天生地养的法宝 都具有一定的灵性 能够自行责主 也不知道以后 谁有幸能够驾驭自我 你还没说你怎么回来了 想回来就回来了呗 老实说话 好了 被师姐赶回来了 不 就知道你没那么老实 unning 丞业 我突然想吃 留意尚仙丢腐做的桃花饼 太麻烦 不去了 你给我讨厌回来嘛 好吧 等着啊 对 芸芳还没回来 是 神尊 要不要属下也去看看 云峰那么久还没回来 我看是不得其门而入 他进不去 你们也一样 看来本尊得亲自走一趟 神尊不可 你可是正在被禁足 待会儿本尊元神离体 你们二人为本尊护法 元神离体太好修为 神尊现在的身体吃得小吗 无妨 可 魔君已在试图冲破他的结界 我能感觉到 不能再等了 神尊很可怕 神尊 莫尔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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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君 四会战报 那是违背天窥的重罪 就陈他知法犯法 怎可以做主天神的表率 天君 臣以为 仅仅是夺取神位 忧必尽足 不足以成其罪呀 况且五万年前幽东山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尚无结果 九陈他 九陈他功过是非 也尚无结果 十万天兵天将 至今 天君 怎么了 没什么 继续讲 好 臣以为此事 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 臣与普华尚先商量好了 还是五百一 三百一 鲁 object Weather 求辰 我们又见面了 既然你能苏醒 那么我也能存活 等本军出来 再与你一较高下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站住 两位上仙 你是何人 小仙是福音店的仙子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 你鬼鬼祟祟的样子 身后藏的是什么 都是一些寻常的杂物 寻常杂物 寻常杂物有何可逼人呢 定有古怪 拿来看看 紫光尚仙 紫光尚仙 这些真的都是小仙的一些 私容物品 你们浮云店的人说话能信吗 我们想打开就打开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什么东西这么宝贝啊 不都是些破铜烂铁吗 怎么了 没事儿 走吧 我们走 神尊 神尊 神尊可还好 有杜珊 神尊 魔君醒了 灵溪 你回来了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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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尊尊 神尊尊 想听真话吗 无 如果连你都不对我讲真话 只怕我永远都听不到真话了 国师的心魔 欲发重了 国师是天纵之才 根骨之家 世间罕见 只差半步 就迈入了上神之境 只是你困在这个境界太久了 好几百年了 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 就是因为你心中的执念太过 已成心魔了 执念 有人对我说人须执念 方能有所精诚 执念跟执着不能等同而语 国师啊 你想借众号的手 开赴灵渊吗 你很聪明 当年的事情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就算原都没有死 也被关在赴灵渊下形同死人 你为何还放不下呢 凡人一事挣扎百年 求的不过是个温饱 少有运气的才能够平步青云施展报复 你我生而为神 求的又是什么 有人求长生 有人求权柄 有人求一心人 我却不忍 我只求疏心顺意 畅快自在 无 不要跟我讲道理 道理越大 我越不想听 国师啊 你对国主不信任 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 有些事含糊着还能保一时平安 若挑明了 便只剩下你死我活的一条路 他们是妇女 国主 当年和我只是合作 君臣一场 我不愿逼他 我只是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罢了 国师啊 若国主知晓 阻止你呢 你都能却不在此 族指 四海虽阔 容不下无根之平 你跟国主身上系着 山灵族亿万生灵的性命 国师啊 所以请你无论何时 都不要忘记 你父亲的教导 我父亲 锦绣哥哥 公主 公主来了 那我先告退了 去吧 锦绣哥哥 锦绣哥哥 我给你炖了生汤 又送生汤 好汤啊 小心汤 谢谢 要趁热喝 好喝吗 好喝 最近几日有去看国主吗 去了 不过 我看母亲好像不是很想理我的样子 又瞎想 好喝 好喝 锦绣哥哥 如果是母亲的亲生女儿回来了 你们是不是就都不理我了呀 国主的亲生女儿早就不在了 她就你一个女儿 我们山林族 就你一个公主 可是我听母亲身旁的宫女说 母亲最近正在找人悄悄寻找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子 说是正在找亲生女儿呢 当真吗 当真吗 嗯 公主 公主 你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你也要抓我 我是来帮你的 那你帮我照顾孩子 她在前面的山边上 我试了姐姐保护 可是 我听母亲身旁的宫女说 母亲最近正在找人悄悄寻找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子 说是正在找亲生女儿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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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 碧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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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 拿先的 这个 frame 本座替你料理便是 好你个小畜生 小畜生 还敢烧我 人呢 小畜生 还敢烧我 回来了 沈尊 去哪儿玩了 我随便走走 你都去哪儿了 我去了燕王洞 上清净 还有天池 我去看竹日鸟了 竹日鸟 好看吗 好看 可好看了 那竹日鸟傻兮兮的 追着太阳猛飞 飞得还极快 跟一团火一样 竹日鸟性格暴力 你去看它没伤着 多谢神尊关心 我没有受伤 不过就算受伤了 那也值了 值了 我捡了它一根羽毛 本尊现在被禁足于店内 你是店里的人 不要到处乱走 平时没事就待在店里 是 是 对了 神尊 小仙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那个 神尊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桃林中人呢 都擅长医术 小仙也一样 自小我被和师姐跟爹 学习医道 平日里行医炼药 都是棘手的 可是自打小仙上了天宫以来 这看家的本事就割下了 昨日里小仙还碰到师姐 被她教训了一通 正所谓 学海无涯 不进则退 小仙 深感羞愧 所以小仙想冒昧地请求神尊 可否允许小仙 将自己的房间改成药房 以供小仙配药炼丹 专研医术 你懂医术 是 还会炼丹 对 那你自便吧 多谢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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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灯 太阳了 尔是 尔的 我 有种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衣冠炼药是不能被打断的 云峰上神想见轻药衣冠 要不再等等 等多久啊 那小仙不知 可否稍后再来 无情无义的女人 笨座不见也罢 上神慢走 唉呦 好 我 我 我的天哪 快起来 灵溪 灵溪 你这不是在修炼医术啊 你这是在练制法器 灵溪啊 我听说那个 天雷真菌的神火掌心雷 那是他的成名术法 你要是再这么继续练下去 你肯定能打败他 你快别说风凉话了 灵溪 我理解你身为整个天宫 唯一一个地仙 心里有压力 但是做人要量力而行 你这修炼的方法有千种百种 你干嘛非要练药呢 我看你食量很大挺能吃的 这样 我师父当年传授我一套精吞大法 我交给你 然后再给你做一些 灵气充沛的菜肴 你每天吃上个十桌八桌的 估计有个一两万年 就能飞升成仙了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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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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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说的精吞大法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我也觉得挺适合你的 教教我呗 走 来 怎么这么难啊 我就不信任了 作曲 李宗盛 唱欢喜已成功 可念不可求 满心无人动 爱不知可否 忘了留恋的时候 最不能回头 扑空的双手 无人回首 软欲又欢休 若情的事情的拆脱 认词的是否 一着不舍 一生难得 为你忘记我 只行遇见 始终的想通 痴迷了太久 我用这一走 翻开心口 真实的血肉 多少次对境相拥 转眼又心送 降入几顿碗 走成了湖泊 让回忆细衰成流 随我入春秋 梦里厮守 梦外无忧 绝望是怀疑 绝望是怀想 你忍在身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